他們好像覺得台灣是中國的 他們以後可能想要去大陸買房 中國跟台灣統一 沒有中國台灣 我以前也是海軍路透隊 將軍不能去那邊講這種話 那將軍現在一個月領了好幾十萬 去那邊講他們的話那是不行 洩漏機密不是代表他 他背叛自己的國家 台灣民說台灣的壞話 他有反對的權利 問題是反對台灣要給人家統一 還是反對我們台灣要獨立 這叫做敵我不分 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 因為長期以來有很多退伍軍人 有部分的退伍軍人到對岸去工作 或到對岸去接受一些交流 他們回來以後 帶回來的資訊就是說 我告訴你對岸太強了 打的是什麼不要戰爭要和平 其實是一種統戰恐懼 讓我們現役軍人放下刀槍放下防備 中國人造艦造了萬噸以上的航空母艦 我們怎麼會感到余永榮焉呢 我們應該要如何 我們要強化戰備 表示我們落後中國很多 我們這樣子我們怎麼跟他對抗 我們回來要強化戰備 他認為兩岸國防差距拉得越大 越不可能打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太弱 他太強更不用打 吹口氣就嚇死你了 這就是所謂舔的貴的來的和平 這完全本末導致敵我錯亂 你讓外交混不下去 你讓國皇推展不下去 你到底在幫誰啊 所以我才說這件事情 跟叛不叛國已經無關了 那是利益熏心 已經超過了你對國家的忠誠 這叫做敵我不分 其實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 因為長期以來有很多退伍軍人 有部分的退伍軍人到對岸去工作 或到對岸去接受一些交流 他們回來以後 帶回來的資訊就是說 我告訴你 對岸太強了 解放軍太強了 憑我們這種三角貓功夫 不是他的對手 我們還是跟他以和為貴 打的是什麼 不要戰爭 要和平 其實是一種統戰恐懼 讓我們現役軍人放下刀槍 放下防備 完全接受對方的意見 所以我說其實 我相信這不是 不是黃真輝上校一個人的意見 這有很多退伍以後 到了對岸 到了對岸以後 看到對岸的一些統戰的訊息 他把它當成真實的案件 這就是什麼 中國人造艦造了05的大區 造了萬噸以上的航空母艦 我們怎麼會感到余永榮焉呢 我們應該要如何 我們要強化戰備 表示我們落後中國很多 我們這樣子 我們怎麼跟他對抗 我們回來要強化戰備 應該要遭窘戒 我們要更加的情緒苦練 這才是一個退伍軍人 或是現役軍人應有的心態 而他說人類奇蹟 居然造出了這樣的潛艦 我們余永榮焉 這不是余永榮 這叫敵我不分 不是 那台灣的潛艦國造 他怎麼不會覺得是人類的奇蹟呢 我覺得我們更厲害 我們第一艘國艦國造 他就是覺得 我們只是傳統動力潛艦 跟中國的核動力潛艦 那根本是小無間大屋 那是沒得比 所以不能跑出來說 那是空的啊 只賣殼而已啊 所以就是要讓你盡量弱化國防 他就要讓兩岸的國防 差距拉得越大 他認為兩岸國防差距拉得越大 越不可能打起來 為什麼 因為你太弱 他太強 更不用打 吹口氣就嚇死你了 這就是所謂舔的 貴的來的和平 這種現象非常可怕 然後再加上他說 哎呀 這個一旦戰爭打起來啊 美國就不會來 他就不是以美哦 是美國在兵推都講過 他不會來 然後再加上反軍購 再加上顧民生 再加上美國是什麼 以美謀獨 引狼入世 他就是把整個美國 變成一個引發區域衝突的 一個麻煩制造者 而中國呢 是要維護大中國統一的一個 和平的一個 一個所謂的捍衛者 這完全本末導致敵我錯 敵我錯亂 我們從開國到現在 我們1949年到現在 我在軍中這麼久 我們唯一的敵人 就是中國解放軍啊 沒有第二個啊 我們寫的無數的想定 我們不管是念陸軍學院 念戰爭學院 我們寫的所有的想定 敵人只有一個 就是中國的解放軍 沒有第二個 我沒有寫過日本是敵人的 我沒有寫過美國是敵人的 我沒有寫過菲律賓澳洲是敵人 沒有 我們的防衛一律是向西 就是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解放軍 那現在因為有萬頓大區 因為有航空母艦造成 我們現在的防衛 變成全島環狀的防衛 所以東部也危險 所以做了潛艦是為什麼 潛艦就是不要讓我雙面受敵嘛 我如果能夠把巴士海峽守住 日本能夠把共國海峽守住 那我們就專心守西方的解放軍就好 他就不會跑到後面來 另外我在講 韓國這件事情 這叫做匪夷所思 為什麼說匪夷所思 韓國的國防部門跟外交部門 他各有各的業務屬性 兩個不會一致 但是呢 國家的軸線是一樣的 就是維護國家安全 所以韓國的外交部 要極力的向中國那個地方 保持外交的平衡 就是你放心 我們韓國絕對不會受 關鍵的國防科技給台灣 這句話就是希望你 中國不要對我韓國有敵意 這是外交部的想法跟他的立場 那可是他們的國防部門呢 是希望台灣造出的潛艦 能夠跟日本連成一線 保衛整個第一島鏈的安全 因為第一島鏈鞏固住了 南韓它就不會那麼危險 所以他的國防部希望我們造建 所以透過了很多的方式 例如說風力啊 風電啊 這個硬殼的技術 另外還有這三家 其中有一家是做魚雷發射管 這魚雷發射管 大家說這有什麼技術 魚雷發射管是高科技 因為你說Mark 48 賣給台灣以後 我怎麼發射出去 那發射管不能夠 從潛艦丟出去 或者是拿那 那不行啊 它有發射管 那個發射管潛入海底下 一百米以後 你里外的壓力如果不同 當你的活塞打開以後 那個風力射不出去 它會往回推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如果沒有這個發射管的話 你有魚雷也沒有用就對了 因為你沒有這個發射管 美國Mark 48 不會賣給你嘛 因為你不能發射 我賣給你幹什麼 當展覽嗎 所以說這是牽扯到 後續這個所謂的落馬公司 它的戰鬥系統的軍售 的授權 的IP授權 所以如果你沒有這一塊 它賣給你也沒有用 所以它就不會賣給你 就不會授權 所以這三家公司 後來為什麼黃曙光 要緊急到南韓去 說是去治療或幹什麼 其實當然是去滅活 那南韓的國防部 一定極力抗議 拜託啊 我們花了這麼大誠意 我們想出這麼多的方式 中華民國的國軍的軍售 從來不走所謂的灰色地帶 也不會走偷雞摸狗 那曙光明正大 可是這次走的叫桑壽 為什麼美軍一直強調說 不要走軍售 走桑壽 不是很怪嗎 商壽其實對於正式的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好 最好是軍售 因為它有軍售辦公室 有專案辦公室 它可以杜絕很多的弊端 可是為什麼質疑要走商壽 因為軍售不能賣 因為軍售不能賣 今天不管是潛艦壓力殼的技術 不管是魚雷發射管的技術 如果透過軍售 它就是做潛艦 透過軍售 它就是魚雷發射管 可是透過商壽不一樣 我是正式跟你簽約 我有來台灣做風力發電 我正式簽約 有跟你做壓力測試的相關的儀器 那過來之後 我自己把商壽研發變成台灣自己的軍售 用在潛艦上 那我就不得來教你們 就可以組成一個自己的潛艦 我教你的是風電 我教你的是壓力管 可是你自己把它轉變 研發成功 變成軍售 你怪我 那可是 這個事情 不能夠把它連結起來 你由誰連結最可怕 如果一般的軍火販子去連結 沒有關係 我跟你講南韓的外交部 不會理你的 你軍火販子 這搶生意 所以為什麼防茂宏次長 那時候官方不說 你不要理他 那是廠商惡鬥 因為這個事情早就已經傳到韓國去了 那韓國說 廠商惡鬥 我們教他的就是風電 教他就是壓力管 跟軍售無關 可是當你國會的議員 你送去 那不是認證嗎 那不是認證嗎 所以馬上就說 沒有我看到的弊案送給韓國 韓國我沒有發獎章給你 大韓民國我沒有發獎章給你 你保含了大韓民國 我告訴他 他恨死你了 本來區域連防 做得好好的 外交搞外交 國防搞國防 各有各的領域 你讓外交混不下去 你讓國防推展不下去 你到底在幫誰啊 所以我才說這件事情 跟叛不叛國已經無關了 那是利益熏心 已經超過了你對國家的忠誠 我覺得這才是這一次 國民黨最大的危機 如果你說這樣他慢慢審 我慢慢審 審到選舉完 那就等著效應繼續發作 為什麼 忠誠 對於國家忠誠 無論是自政黨 無論是在野黨 對國家忠誠要出問題 你要怎麼樣繼續選下去 領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